本節目由挑戰手機市場最低價的傑昇通信贊助播出 叮咚叮咚 歡迎來到束褲180 180秒帶你看科技大小事 我是五塊 今天小米發表了全球首款高通S870處理器的手機 小米10s 外型屬於極簡方的配色 有黑、白、藍、三色 背面是4顆鏡頭的配置 正面是雙曲面6.67吋超小孔AMOLED螢幕 擁有90Hz的螢幕更新率 加上180Hz的觸控採用率 亮度為1120nit 整體外觀感覺屬於追求高CP值的旗艦款手機 處理器為骁龍S870 5G處理器 安特殊跑分達691,172分 其他硬體規格為LPDDR5、UFS3.0、WiFi6、VC藝人散熱 鏡頭部分後製式鏡頭包括了 一役像素1.33吋感光元件、OIS防手震、F1.69主鏡頭 1300萬畫素、123度F2.4超廣角鏡頭 和F2.4微距鏡頭和F2.4景深鏡頭 其中景深鏡頭還利用類似小米11的 金屬圈圈包覆者的設計語言 支援拍攝8K錄影、夜間長度、AI人像流色、電影濾鏡 電池部分搭載4780mAh 支援33W有線快充、30W無線充電和10W反向充電 而這次小米10S主打的喇叭效果 採用了雙1216線性揚聲器 搭配哈曼卡頓金耳升學團隊的調教 也得到了DSOMARK的音質總分第一名 在立體聲表現上 發表會與其他友商比較下 聲音的表現比較平均沒有悶感 有三種儲存空間記憶體規格 分別是8GB128GB、8GB256GB、12GB256GB 價格分別是3299人民幣、3499人民幣和3799人民幣 首波還送立式風冷無線充電座 不過目前還尚未得知是否會進入台灣 或者有台灣版本的配置 另外也可以期待一下 3月18號小米在台灣的上市發表會 即將發表小米11 我們也會在現場幫大家體驗小米11 有想知道什麼內容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我們會盡量回答大家 以上就是小米10S的規格整理啦 希望我們的影片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還有粉專、科技網站、Telegram和小米賣場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эт有助課 我們會有收集的 是否需要網站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